阿卡畫的,阿卡畫的,他有翻譯的喔 不是我講啦,我現在那個客家的口水吃不夠多 所以還不會講 那個我去新竹三年就在客家裝服務 所以我有一個客語老師 美人宣傳客語,客語學習語言 像我爸爸在那邊學習日文 他可以防止十字,語言是很有用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他要多學語言 我主張就是說,台灣要多種語言 如果當年,我們不要把日文禁掉 不要把日文書拿去燒掉 我們今天人都會講日文阿 會講中文、會講日文、會講英文 台語、越南話 我們台灣人怕什麼啊 四處人家要我們去做翻譯 生意就做不完了啊 我講一個故事 我那時候2002年的時候去歐洲 我拿到一個獎學禁去歐洲留學 四周到六周翻譯的 那我的老闆在羅馬開會的時候 他是理事長 所以官方英文 官方語言是什麼 英文 對不對 那我們有一個講員 是法國的教授 法國教授 上台北松公英文 百年前打過仗 你知道嗎 北松公 講什麼話 講法文 那怎麼辦 找誰當翻譯 我不會勒 找瑞士人 瑞士人 有四種官方語言 有德文 英文 法文 義大利話 所以瑞士人 全部都會講 小國 寡民 但是呢 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地方之一啦 旁邊的那個列治斯登 那個城市 那個國家我去過 沒有多少人 可能比我們一個 一個區還少人 跟幾萬人而已 全世界平均 最富有的地方 商業週刊這幾期 這幾期才介紹他 非常興奮 他們的語言 是一個很重要的資產 台灣介於三國 三個大的強權之間 那三個大強權 中國 日本 還有 美國 三個大的強權之間 所以我在這裡 在診所裡面 用個療法 大家翻一下 我這本書裡面 我自己寫的資訊 大家翻一下 這個我寫的 我看一下第幾頁 好不好 前面是寫我的老師啦 我的一些學長啦 來這裡寫 就是開創台灣自然骨科的新風貌 這個是 這本書呢 就記錄我2011年到2014年 一位中年骨科醫師呢 因為資深健康因素 離開醫學中心之後 追尋健康的生命歷程 以至於 非手術的資料方法解決呢 病患骨科的疾病 的臨床經驗 這就是我自己的故事 那所以我在這一本書裡面 講說 我們有三個大的文化裡面 我們呢 接受四面八方來的東西 我們 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我們會講中文 我們會比中國人 會講日文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日文的正題字 我們知道 現在呢 中文的字 簡化以後 愛無心 親不見 簡情字以後 一簡化變成這樣子 鄉無狼 很慘啊 所以簡情字把簡化太多了 你把文化的一些 好的東西拿掉 但鬼字都沒有變喔 鬼還是鬼喔 所以 所以 壞的沒有拿掉啦 所以有一些文化真的被拿掉 這個是很慘的一件事情 那 中文的 革命 不是不能這樣革的 我 我的 我的外公 留給我們 我的阿公 留給我們 在我家 有我外公的東西是什麼 是他的字 他寫一個字 我們吊在家裡頭 我懷念他 吊在我的老家 那字是什麼 拾母手中線 有子身上衣 靈形秘密縫 異孔之時歸 誰言寸掃心 報得三寸歸 這就是他寫 我 的阿公寫的 字 留在那裡呢 一直在對我們講話 就是 字 所以我的那個舅舅 我現在這個 這個 張曹彥的舅舅 我上去他的辦公室 他字好漂亮 他寫字好漂亮 我今天簽名 我已經盡量寫漂亮了 還不行 希望能夠再寫 連衣 連衣 這個字寫是有它的意義在 所以最重要就是你的文字 那我們台灣人很慶幸還保留這個中國古代傳下來的這些 所以我結合了中醫的東西 我也結合了我的那個正波是德國的東西 最新的機器 正波 那這個機器 你沒有結合中醫的穴位 把它氣倒出來 打一打會太脹 我那天有幫你打過 好 好 好 你沒有插 插針頭會插很多 所以要結合古代的東西跟現在的東西 結合什麼 東方的東西跟西方的東西 這個是我覺得很重要 然後我們的劍軸杖是哪一個國家的 芬蘭的 北邊的東西 啊我有做腳正鞋墊 幫很多人做腳正鞋墊 那個腳正鞋墊是哪一國進口 澳洲的 南半球 所以北半球南半球 對不對 那 東邊西邊 古今中外 都拿來用 這找誰做啊 找台灣人做啊 找誰做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有這個 這個你知道嗎 來來來看一下 你知道你齁 台灣人的祖先館多大嗎 來看這裡 本書的第37頁 好 大家翻開來看 台灣呢 是一個 開燈吧 沒有關係 我唸給大家聽 台灣是個獨具優勢特點的國家 以歷史地理為例 它處於太平洋西岸低島鏈中心點的台灣 自古以來就是南島與西民主航向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大本營 祖先們航海技術高超 東北到夏威夷 東南到復活島 南到紐西蘭 西到馬達加斯江 這個不是我講的喔 這是我兒子 我陪我公子念書 我兒子教科書裡面講的 什麼叫南島語系 所以就是這個地方的島語裡面 他們講的話語是相通的 所以原住民講的話跟紐西蘭 那些原住民講的話是通的呢 他們某一些數字是通的 王群光醫師我以前老闆 他在馬來西亞的喬生 他的祖先是原住民呢 話是相通的 所以有斷山說沒有斷山罵嘛 對不對 來的話是屬平不足 那我們的染色體裡面有DNA 還有一個地方有DNA 除了細胞核以外有一個地方有DNA 叫什麼 叫粒線體 粒線體就有點像細胞的發電廠 就好像植物細胞裡面的 粒線的那個葉綠素一樣 它是發電的喔 啊這個是從爸爸來還是從媽媽來 從媽媽來 因為爸爸齁 所有的生產過程是出了一顆精子而已 啊卵子是從媽媽來的 所以我們的基因裡面 我們的媽媽這邊的基因 母系社會這邊的基因 拼捕族是母系社會喔 所以鄉山公來 拼鄉山母之後 拼這個平埔族的 這個我們 這個我們叫做環博 苗後 生出來 因為我的太太他們家姓張 她的最主譜到最後 就是在台灣以後 拼的那個主譜沒有寫名字 就寫環博啊 真的啊 這個環博是不正確的 因為她以為別人家不好 其實你不知道人家多厲害 她的航海技術 真的是很好的很厲害的 而且他們有很多的 很多的智慧在裡面 所以台灣原住民是台灣的寶庫 不要講別的啦 光它的那個圖騰 光它的那個圖案 它的和聲音樂 就是全台灣最大的寶庫 這個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去挖掘啦 那難道語系裡面 我們的語言裡面有沒有相關 有 大家繼續看下去 以語言文化為例 台灣語言有一部分是 是有平譜主的話語衍生過來的 台灣夫妻叫做什麼 叫做牽手就是一定 一子男女一輩子都要互相牽手 相惜相符 恩愛甜蜜 牽手是什麼 牽手是沒有分男女的 沒有分外子、內子 沒有分夫跟婦 它就是牽手 兩個牽手 互相扶持 所以男人會叫牽手 男人也叫牽手 不是男人會叫男人 不是這樣 沒有準備的概念 所以它是一個 有那個文化在裡面 所以我們講牽手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我們的 DNA裡面有的東西 所以台灣人怎麼樣 台灣人他是航向大海 他的文化裡面有這個東西 那我也是說 我是算是很好學 很好奇 我也是好奇寶寶之一 好奇寶寶是我們現在的記者 他做了一些報道 然後呢 我們翻過來 網路世界一家親 我們台灣人 如果沒有台灣人做這麼多的IC 做這麼多奈米技術 你的手機要寫叮噹 懂我意思嗎 沒有那個奈米製程的話 我跟你講 你現在的記者一下就用完了 他是把它壓縮到很小 很小奈米級的東西 台灣的技術啊 台灣的台積電的技術嘛 對不對 你的手機才能夠work 所以我是什麼時候開始紅起來的 你看 2011年 我那時候剛離開國泰醫院 我也開了一個診所 沒有多久就倒電了呢 真的啊 沒有病人啊 我是2011年以後 那時候311海嘯 311海嘯以後 經過兩個多月 有一個軟體被開發出來 叫做LINE LINE LINE是什麼意思 就是排隊打電話 他們後來發現 大家都在排隊打電話 有一個東西還沒有斷 是什麼 網路 所以他們就用網路 把訊息能夠傳遞 把圖像能夠傳遞 所以你用LINE的時候 你要想到311死很多人 欸 是死很多人你才免費的啊 才有這個東西出來 人家才有這個需求出來 所以我們用這個東西 就是要有那個感恩的心 有那個善心 那還不是韓國人弄的嗎 韓國跟日本 日本也有這樣 對 他們有韓國的公司 沒有錯 日本 他們那個背景出來的 他的LINE的命名 是這樣出來的 311以後 聽說是3月以後 他6月就做出來 這是我有讀過一些資料 他在我們台灣這裡 非常的風行 那也是因為賈伯斯的那個 手機以後 做了這個革命 所以我們現在用智慧型手機 那 我之前在我爸爸 有很多人傳那個 E-mail 傳很多次 傳到我的信箱來 所以我2011年的演講 到2014年年初的時候 我的那個雙手拖天這場演講 大家看一下 就雙手拖天 李基迪剛這個演講 齁 有40萬人看過 那竟然到現在快要年底的時候 有150萬人 超過150萬人看過 他這裡上面寫什麼 寫超過152萬人 齁 是他那時候印的時候的數據 所以是因為這樣子被轉 轉傳轉傳 一直轉傳 所以我們才在這裡 變成 我在王群光醫師那裡上班 上班到最後 病人多起來 王醫師說啊你這旁邊開好了啦 他在鼓勵我 支持我去做這個事情 不然我以前也是想說 啊就上班就好 齁 是這樣子 所以才有這一個診所出來 所以這整個背景就是網路 分享 齁 所以我的分享的原則有兩個 齁 齁 第一個 兩個A叫做Affordable 齁 第二個A叫Available 齁 Available就是說 你可以得得到 齁 可以取得到 Affordable就是什麼 你可以付得起 齁 齁 我跟妳講天山雪蓮 一斤多少多少錢 你付不起 按就講就給講 齁 齁 講一講讓妳怎麼樣子 對心肝 對不對 那沒有用啦 齁 齁 那我所用的兩個A就是Affordable 那Available 就是說妳可以得得到 我叫妳按兩手舉高齁 齁 齁伸展齁 大家做一下 兩手舉高伸展一下 齁 這叫雙手托天 齁伸展 伸展的動作 這個 我們家的那個小狗也會做啊 對不對 小貓也會做啊 齁 你有觀察到 他只要做一做 要起來他一定伸展一下 你們家小時候 身 小時候小朋友 春蚊啊 齁 齁 齁 這個古代人就說是 雙手托天裡參加啊 就是這樣子 齁 齁 然後我用這個是什麼 Available Affordable 除了錢 付得起以外 另外一個是時間 時間是最稀有的成本 齁 齁 大家 來我為什麼這麼感謝大家 因為妳用了妳生命中的一天 陪伴我 聽我在這邊念念念 對不對 齁 齁 所以我很感謝大家 齁 齁 這確實的事情嗎 齁 齁 齁 那所以 這時間是妳要付得起的 齁 齁 那這樣子能夠做幾秒呢 做15秒 15秒 做一回 畢氣妳能夠避到15秒就很不錯了 齁 妳從5秒開始 10秒開始 慢慢的練 所以畢氣就是說妳吸住以後 妳要停止 妳不要呼吸 然後再吐康 齁 齁 停息啦 這個東西很重要 激發妳的潛能 齁 我們為什麼潛能沒有激發 妳覺得齁 妳覺得齁 理所當然啊 啊 啊 本來就是這樣啊 本來就是 要對我好啊 本來就是這樣 本來就是可以呼吸啊 當妳齁 停一下說 欸 下一口可能有問題喔 齁 欸妳身體就開始怎麼樣 緊繃起來啦 開始會 開始會去調整 所以 停息有這個功能 齁 深呼吸有這個功能 這是 人身體的 特別是附加板神經 妳要氣動起來 我們停息 心跳會下降 心跳會下降 齁 一停 心跳會慢慢下降 對 緊張的 這樣拉拉出來的 妳就叫它 停一下 齁 停 不是臂氣 有臂氣 停息啊 那米球是 米球齁 就是打這個穴位啊 蛤 蛤 欸這個米球 是我自己有發明的 欸 這個是我的玩具 以前我等一下再講 這個故事給妳聽 齁 齁 停息很重要 停息齁 齁 那我們身體齁 真的要好 就是要 稍微鍛鍊一下 齁 那像我太太現在得癌症 有沒有什麼 對我來講 有沒有什麼好處 有啦 我齁 比較跟她講說 我愛妳 哈哈 天天講 叫啥等 齁 齁 齁 不然以前齁 都覺得我們太太怎麼回來 都沒有幫我這個放洗澡 所以齁 這個沒有做好 那個沒有做好 就是 我們這種齁 小時候就是少爺 齁 長大變老爺 齁 很容易就變痴呆啦 萬一太太不見了 齁 又沒有在做事情 齁 啊真的 對我的生命來講 我太太對我支持很大 對我支持很大 齁 啊所以這本書也是送她的生日禮 齁 齁 才這樣寫 所以我特別寫簽手嘛 對不對 齁 寫簽手 是這樣子來的 齁 因為相符 相吸相符嘛 齁 啊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緣分是有限的 真的緣分是有限的 到底會有多長我不知道 但是 我們要怎麼樣子 我們剛剛講 挺洗的洗 對不對 呼吸的洗 然後呢 再一個我們今天講這麼多 是要學習的洗 你要去學習 你要去練習 你要去練習 齁 然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要愛洗的洗 所以我齁齁 在書的簽名 有的時候先 洗洗 洗洗相關的 洗洗 洗洗啦 你每一個呼吸 都要學習去愛洗 齁 齁 所以雙手拖天的秘訣在哪裡 在你每一個呼吸 你都很愛洗 你身邊的每一個人 現在跟你坐 在你這裡同車的人 你都很愛洗 去珍惜 齁 齁 這樣子才有意義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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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